字幕穩定 哈囉親愛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Grace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視頻 你們知不知道今天我要帶你們去哪裡 是的 你們沒有看錯 今天我就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沙巴本土燕窩 吴俊加工廠 今天比較特別 帶大家來到了我們 陀螺盛宴的燕窩加工廠 那這個大樓呢 我等一下呢 要帶大家去參觀一下 我們平時吃的 這個仙蹲燕窩的 這個製造過程 喜不期待 來 我們一起去看 好 那我們來到這間房間呢 就是我們這個燕窩分類 那我們把收穫到的燕窩呢 在這邊還是要再做一次分類的 那怎麼樣進行這個分類的呢 就是可能這樣子一袋裡面呢 它會有一些不同形狀的燕窩 像這一種可能它會有一些縫隙 那必須放到這裡 待會呢再做另外的加工 那另外還會有一些 可能比較髒的 毛髮很多的這一款 那可能要再放到另外的鎖子 後面再進行加工 那每一個等級 都有不同的價值哦 哈囉 很榮幸的 所以我就現在就來到了 我們的波羅森燕的這個 這個蕉毛室裡面 那 before 你進這個 啊 蕉毛室呢 我必須就是把手洗乾淨 然後穿上這個防護服 然後進到來裡面這樣子 我待會呢就要去體驗一下 做這個燕窩蕉毛工作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我後面的 以及我的左手邊的 這些員工們呢 也正在為這個燕窩 在做清潔蕉毛的工作哦 好 那我現在已經把手套戴上了 我馬上就要來做這個體驗 調毛的工作 因為聽很多人講 這真的是很辛苦的工作 來 你試試看 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工具 待會呢 需要用到的 這個的話呢 等一下 大家都知道嗎 就是要把這個毛髮 拿起來 就要挑出來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也要刷乾淨 之類的 那我們馬上體驗看看 好 那現在呢 我就在到這個 烘乾室裡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邊就是剛剛 我們已經敲好毛的燕窩 另外呢 再送去給它做一個定型 然後再把它拿到這裡來烘乾 大家能知道這個燕窩挑毛的工作 是非常艱辛 幸福的 很多步驟必須要注意 剛剛我們已經挑好毛以後 就要把它送到去這個烘乾室 另外呢 燕窩以後 我們還要在這裡做一個定型 這邊就是這個定型區 通常能力輸說 我也會想到ha squand by bwd6 好了 刚刚我们参观过了我们这一个燕窝家工厂的 然后就可以看到燕窝是怎么清理 然后拿到收货的时候是怎么就分类 以及把这些毛发挑出来的 然后经过家工以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摆在着面上的就是燕窝 燕窝种类有非常多的种类 我们有形状不一样的 我们会有燕盏啊 燕刀啊 燕碎之类的 那我们家婆罗生燕呢 特别就是出产了这个 我们这个仙盾的燕窝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行PM我们的脸书专页哦 这里呢 帮大家吃吃看这个非常浓郁的这个 鲜盆燕窝 口感非常的好 那大家知道多吃燕窝是能够养脸烫老的哦 所以赶紧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PM我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